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欢迎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收看 大家好,我是董静桥 也邀请各位在YouTube上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对节目议题有任何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来参与互动 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静桥好,大家好 还有海军舰长吕理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 先聚焦在内战 现在是打个不停的缅甸问题 今年的8月30号开始呢 缅甸军方连续队 蜡树、登尼还有脑秋 等这个北部的善邦进行轰炸 那迫使大批的难民呢 涌向了中缅边境的云南口岸 来远离战火 但中国政府也担心了 有这些武装分子混入其中 这些老百姓的群中 所以呢是关闭了边境的大门 还派出了核枪实弹的军警来助手 那缅甸媒体《金凤凰报》也指出呢 中缅边境口岸的这个贸易啊 现在几乎是完全陷入一个停顿的状态 那近年中国大陆在与缅北的叛军联手 打击电信诈骗这边是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但也引发了一些势力的不满 那军政府为了防堵缅北叛军南下 他们有可能把中国也拉下水 故意让这个口岸的贸易停摆 来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愿意的解读 现在中国已经被拉下来 但是还没有进水 他刚刚还在水面上浮了浮了 为什么 因为缅甸的情势真的非常的复杂 就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讲 吃这个也痛吃那个也痛 在边境的少数民族 或者不管是有汉人血统的国感族 或者克卿族或者其他的族 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一点 以前他们获利跟谋生的方式 主要是靠贩毒 贩毒危害的不只是中国 而且是几乎主要的是欧洲跟美国 欧洲跟美国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后来贩毒变成销声匿迹 原因不在于说贩毒本身没有生意 而是有更好的生意来的 就是电信诈骗跟其他的相对一种 比较赌博的行业 都是在缅甸这边设立基地的 那少数民族这些人突然间 得到了一个很庞大的获利机会 势力就不断地壮大 而且更糟糕的 他们跟缅甸的仰光政府 基本上是上下勾竄的 也就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护你 你捞到的好处要分给我 保护费要交 对 所以这种形成一种保护费的一个机构 可是电信诈骗后来发现 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 以及赌博的这些所谓的网站 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无法接受 频频地跟缅甸的仰光政府 提出抗议或者提出各种要求 但是你知道缅甸的政府本身不太稳定 经常换来换去 而且政治人物如跑马灯一样 而且军方的势力又很庞大 这个沟通一直很困难 最后不晓得谁想到一个怪招 那就倒过来扶持一些失事的一些反对势力 尤其是国感啊一些彭家的反对势力 那给他们的足够的武器或者这个资源 让他们能够反攻回来 打败了电信诈骗集团跟这些赌博网站的这些经营者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反而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说缅甸的一些军事集团 他本来可以从中间获得很大的利益 反而没有啦 反而没有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使得原来的反抗势力 势力壮大了 不断地扩大地盘 两方面的摩擦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开始有打大型内战的一种状况出现了 那中国政府也被卷进去了 所以你看缅甸第二大城的中国的领事馆 就被人家丢手榴弹了 就是有一些不满分子 就是丢手榴弹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 缅甸政府最近又派出飞机 去轰炸这些所谓的叛军的一个基地 那这些叛军在反抗 就会造成边界的不稳定 所以很多的这个难民 就想要说跑到中国去避难 但是对中国政府最大的困扰 不是不收留这些难民 你根本分不清楚 这些难民里面有没有武装分子 有没有叛军分子 甚至有没有那些缅甸的一些 所谓的落败的军人 因为缅甸的军人基本上叛復不定 所以对中国政府很困难 所以第一个办法 就是先封锁所有的口岸 最有名的打落口岸 它是跟云南的边界 这个边界里面每一天的贸易量 跟贸易金额都非常的大 那为了要避免武装分子 喘入这个云南地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图面上 中国没有办法 只好把那个军警全部推出来 站在门口 这个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那你这个时候 一时五刻要去把它理清说 彭华干到底是不是武装分子 还是李李师是武装分子 这个一万搞不清楚 不好去认定 就中国政府看起来每个都一样 所以这是很麻烦 因为它不是一种职业的军队 所以对于现在的情势的稳定 中国政府可能还是要跟缅甸政府 或者是跟叛军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是不可否认 短期内来找到解决的方案 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所以先避免骚乱 可是另外一方面 基本上这个地方 不会产生所谓人道主义的灾难 不像那个加沙走廊那种情形 所以还可以处理一段时间 是 了解 好 我们也观察到 这场内战 缅甸军政府近期是频频受挫 那如果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呢 法新社有报道传出 军政府的领导人敏昂来 他在11月份要去访问中国 那也是他自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的 首次访中席 先是在8月份 这个缅甸 在缅甸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先见面 那三个月后呢 又要进行访中国大陆的行程 敏昂来他的目的是想从源头来阻断 国感同盟这边的资源吗 你觉得干哥 对 我跟你讲 敏昂来从2021年 他推翻了温三苏姬 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中国 那还要人家王毅先来见你 你自己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而且老实讲一句 中国其实在对于敏昂来 他虽然还不是那么的明显的态度 但是私下还是有供应他所必须的 比如说武器啊 各方面啊 可是中国对于反抗军也是一样的态度 为什么 就是刚刚委员讲的 你这个KK人区到现在还没解决 你怎么真的解决 我们中国人受到这个诈骗集团的伤害 已经以数十万人计 都是从你缅甸来的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打是不是 反抗军来打 好 三兄弟联盟来打 什么 德行军 国感军 还有一个叫若开军 这三个武装抵抗势力 叫做三兄弟联盟 还不包括克卿独立军人 所以你刚刚看到画面上也说 缅甸军方连续对 纳旭 登尼 脑秋等 善邦北部地区进行轰炸 为什么 全部沦陷了你知道吗 政府军节节败退 节节败退到 我刚刚看到昨天那张照片 我傻了你知道 那是俄罗斯提供的155加农炮 算是好的东西 算是先进的武器 重型武器 政府军撤退丢了不要了你知道 你就会觉得说 连这个都不要 你都已经被国感军给缴获了 那我跟讲 现在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是什么 是如果这种画面都出现了 那中国就要想 米昂来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控制国内的情势 当初在释放翁山书记之后 其实中国是带 他们的想法是欢迎的友好 为什么 因为翁山书记有一个能力 他虽然是民主派 但是他可以把免费了这么久的 长期混乱的局势给稳定下来 我跟一个稳定的领袖来谈合作 我们一带一路 不是很好发展吗 结果他被软禁了 被软禁之后 绝对待之的就是米昂来 米昂来推翻了翁山书记之后 就变成不可靠的政权 你知道为什么不可靠吗 中国其实在市体下有讲 这个人不可靠 不可信任 而且中南海不喜欢他 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 米昂来这个政权 所以你就晓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没有办法稳定他国内的 前线的这种局势的话 虽然他还不至于 叛军会打到内比都来 内比都就是新的首都 我们现在已经要知道说 缅甸首都不是仰光 叫内比都 刚刚你在签 2022年签都的时候 大家头都昏了 突然就是搬过去了 你知道吗 军政府没有搬过去 军政府没有搬过去 你到底是在干嘛 就是说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政府其实是蛮混乱的 所以说我跟你讲 中国还是希望是文人政府 因为它在当地有投资 数十亿美金的 比如说矿业开采 然后还有油管 还有基础设施 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 其实缅甸现在的情况是反华的 缅甸内部国内的情况是反华的 尤其是军方是反华的 但是问题是 他们都需要中国的武器 他才能够去对付汉军 汉军也要有这种东西 才能够继续进攻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 少数民族的这些军队 你如果米昂来 在短时间之内 不能解决的话 他有倒台的危机 倒台危机对中国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是 好 我们也从这个缅甸的动荡 那观察到这个背后的大国角力 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 一项分析指出 虽然美中两强都在寻求 缅甸的局势 可以走向一个稳定的方向 但他们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美国这边是透过 对军政府实施制裁的方式 来表达对缅甸民主运动的支持 但中国这边 他们是坚持不干涉内政为原则 让缅甸根据自身的政治传统 还有国情 来选择他们发展的道路 特别是从地缘政治 还有文化传承来看 其实中国跟缅甸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想问一下 进展你怎么看 中美对于缅甸利益 还有影响力的差别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最新的缅甸情势 事实上来讲 这一个三兄弟联盟 已经进入了曼德勒这个地区了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看到上面的这张口岸的话 其实是藤冲 那这个藤冲这个地方 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可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所口岸的大铁门 所有的铁门全部拉下 因为这个人数已经太多了 满山满谷都是 那其实这个状况 也就是三兄弟联盟 跟这个军政府的对抗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曼德勒的附近 其实早就已经 就是如果说我们对比这两张的话 早就已经都是三兄弟联盟的部队 那奈比都附近的话 事实上来讲 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平静 可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也不过就300公里左右 其实非常的近 那也就是现在进入了曼德勒 下一个就是奈比都 那如果说我们谈到 中国大陆在这个缅甸部分的这个投资 如果从地缘战略来看 最重要的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角飘 角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深水港 那现在完成的就是这一个 有关于油气输送到云南的部分 另外就是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事实上 如果我们用最新的一个卫星照片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船屋 这个船屋在哪 这个船屋在仰光 它其实是迪拉瓦的一个造船厂 这个也是中方来进行投资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都跟我们大陆所谓的一带一路 或者是所谓的珍珠链有关 我们现在看到仰光的那个刚刚看到的造船厂 其实在这里 角飘在这里 那美国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好像没有介入 他有介入 我们还记得这个孟加拉 他的一个总理不是就是说有白人介入吗 介入要他的圣马丁岛 因为如果他有了圣马丁岛 那个角飘跟仰光 其实他的后面都等于是有另外一个威胁存在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对于缅甸而言 那个事实上是不可或缺 但是缅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 也就是在印度洋的战略支点 如果这个战略支点失去的话 我们这样子看 也就是从马六甲海峡出来之后 其实要一路到达汉班托塔港这边 然后再进入到瓜达尔港这边 才能进行补给 而且最重要的油气 就没有办法从脚飘这里 直接送到云南去了 那这个也就是会耽误中国大陆 没改气的一个进程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 好像大陆政府实际上对于 无论是三兄弟联盟或者是军政府 在中间好像难以平衡 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根据纽约时报与习耶纳学院 在10月25号发布的最终民调显示 川普跟贺锦丽以48%打成平手 谁胜谁负还有悬念 而且两个人在众多议题上 是互有领先的 不过我们来看到有些颠覆认知的数据 就是贺锦丽遭到群众抗议的次数 竟然是遥遥领先的 竟然比经常说错话惹议的川普还要多 这个统计时间是从7月到10月做的 当时拜登已经宣布他不再连任了 全球一共发生了147起 成抗的事件 其中有85件是对着贺锦丽 另外的56件是冲着川普 其他6件是两个人都被抗议 川普也认为贺锦丽不够强大 如果他当选的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像 对待一个婴儿一样对待他 这样的说法 这样子我们如何观察 贺锦丽这阵子的竞选运动 还有为什么美国的选民会觉得说 他说话好像都有点空 不太具体的感觉 建长你怎么观察 如果我们看最新的两份民调来看的话 那刚刚靖巧所谈到的是上面这份民调 就是纽约时报的民调 那也就是贺锦丽跟川普 其实是打到一个平手 可是如果我们看也才刚刚做完民调的这一个 华尔街日报的话 其实川普是略为领先 领先三个百分点左右 而且在这个里面 其实有其他议题的部分 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谈到 这个议题其实深深的影响到这一次的一个选举 我们来看说这一个议题里面 相对于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二三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经济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堕胎的部分 第三个议题是有关于移民 那我们看到说如果说对于经济来讲的话 川普是处理的比贺锦丽好 那如果说我们同样的 看刚刚华尔街日报的话 同样也显示这个状况 所以虽然他们的抽样的对象不同 可是反应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于堕胎同样也是这样 也就是贺锦丽大家比较支持 因为同样的女性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那同样我们如果看到有关于堕胎的话 同样也是川普他的支持度是比较低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移民 大家是比较反对不断的 有这个移民从南部的各州上来 那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份 那个也就是华尔街日报 他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贺锦丽他还讲到说 有关于野子的故事 野子的故事是什么 其实他其实在强调一个家庭的价值 也就是他告诉年轻一代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从野子树上掉下来的 都是爸爸妈妈跟祖父祖母代大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刚刚讲到最新的这一个有关于他在礼民大会 宾州里民大会的这一个对台里面 所有的名嘴跟主持人都对他的表现非常的质疑 然后甚至还给他的一个这个叫做word seller 也就是字词的一个沙拉这一个称号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对于无论是内政或外交脑袋是空的 然后但是他很认真的那个博学强记了一些东西 你问到他A的问题 那但是当初他没有准备A的问题 他就拿D的问题直接塞进来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的言语非常闪烁 然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真正的原因也就在此 但是贺锦丽这个表现 其实就让川普的支持度会更高 为什么 因为从拜登的后期 他无论是跟空气握手 或者是那个登机的时候摔跤 大家都一直怀疑 拜登的后面有一个深层政府 那同样的贺锦丽现在的表现 然后让大家更加深了 民主党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深层政府存在 所以等于是我们选 就是对于美国选民来讲 我们选上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傀儡 后面的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相对于川普而已 川普这个人就是 我说不我在 我怎么说就是怎么做 大家会比较相信川普 所以其实我们从现在的民调上面看来 他们是短兵相间 而且打个平手 但是实际上来讲 真正的重点在于摇摆轴 了解 我们也观察到每次大选 经济绝对是选民最关切的议题 大家都想安居乐业发大财 来看到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这位李兹教授 他其实带头做了一个连署信 直指川普的经济政见 包括了大幅提升关税 激进的减税 将导致物价上涨 还有扩大赤字跟家具不平等之类的 那要知道 这一封连署信 可是有23位诺贝尔经济奖的得奖者 他们联名发表 你可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 那他们都力挺贺锦丽当选的立场 我们可以怎么观察川普跟贺锦丽 在经济方针的分歧 以及为什么这两者都在躲避 必谈美国国家的问题 委员你怎么看 客观来说 贺锦丽没有政策 贺锦丽没有经济的议题或政见 他是空的 所以刚才立体师讲得有点客气 他根本就草包 他怎么知道经济政策是什么 他真的是草包 在去年的时候 民主党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说拜登老爷子 你身体到底行不行 他们害怕说 他万一身体不行 来接班的就是贺锦丽 哇 想要民主党玩的 哇 美国玩啊 因为他根本就是个草包 他草包是民主党人共事 结果没想到今年整个的选情 像一个少年拍的奇幻的漂流 什么奇幻的漂流 什么一场辩论的时候 所有民主党的金主都要逼迫拜登下台 然后拜登就指定贺锦丽接班 那贺锦丽一接班的时候 突然之间产生一个奇妙的效果 因为在民主党大会那一天 刚好也是telorship 说要挺这个贺锦丽 民调冲上最高 整整赢这个川普赢了快要8% 民主党的群情 这个激愤非常开心 他说旧市族凭空而降 结果没隔几天都开始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哪里了 就还是出在他就是个草包 要包装包装得很辛苦 后面的深层政府 要包装他都包着那个包装皮都一直掉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刚开始他民调上去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有很多的女性选民讨厌川普 就跑去支持贺锦丽 女人支持女人 这理所当然的 如果在选举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切割 这个彭华干具有什么特色 我具有什么特色 然后我把彭华干切到那个最不利的位置上面 我最有利的位置上面 我们两个竞争我就会赢了 结果如果说 川普说我是男的 贺锦丽是女的 那我看这下完了 女的投女的 那女性的选民的投票率 经常比男性高 这麻烦就出来了 所以川普很不利 结果没想到后来 第一个就像刚才舰长讲的 贺锦丽表现让他觉得不够格 当美国总统 这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个川普就抓到他打 你跟习近平谈判 就是像个小孩子一样 那美国选民会接受这种说辞 因为看到贺锦丽的表现 就是一个哈哈姐 好笑好玩 但是不能够挑大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更糟糕 就是后来这个川普 这个特别强调 这个福音派的这种基督教的里面 那一直暗示什么 贺锦丽本来是印度教徒 转归依基督教的 就这一招竟然发生了效用 什么效用呢 就是贺锦丽的女性支持者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因为经常上教堂的女性都比男性多 所以这个时候选票就开始移动 再加上贺锦丽犯了很多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有一个人在贺锦丽的场子里面快结束了 喊你说 Jesus law 结果他怎么 他当场回应了 他不是跟着喊 因为我们一个佛教徒说阿弥陀佛 他也叫阿弥陀佛 他不是 他说你走错场子了 哇 那个视频在美国疯传 这一下子 那民调就一直往下爬 那民调的问题 我跟他解释一下 如果共和党赢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共和党候选会当选 那民主党候选人赢共和党 赢很多才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几个所谓经济学教授 我并不看好 为什么 经济学家在做科学分析的时候 是一个科学家 踩到政策里面都有个人的想法 就像我刚才跟华干修讲 我们台湾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他反对中央研究院门口有捷运 你现在想的不可思议 可是这个真的发生了事情 所以他们的证件是说 怕这个川普的会减税 可是川普说 这个我不只对有钱人减税 我对一般劳工的小费减税 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收入减税 还有加班费全部减税 所以这个东西减税会造成赤字扩大 那造成赤字扩大的时候 会加剧不平等 这个都对 可是这不是选民在乎的 选民在乎的是物价上涨 可是他们不相信 Stickless讲了说 这个加关税就会物价上涨 他们并不相信 原因在哪里 原因大家都认为 这段时间美国物价上涨的原因 是恶乌战争 以及大量的发钞票 这个所造成的 而且发生在民主党任内 所以川普更容易把这个通货膨胀 归咎于赫简利跟拜登 所以这个几个诺贝尔奖得主 事实上对这选战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也观察到 每次打选战 除了正规的政策之外 抹红抹黑还是抹黄 也是很常见的手段 又有一位前模特威廉斯 挑出来指控 川普曾经对他性骚 其实也不是第一位女性 说川普有过类似的行为 那现在左派也是狂打川普 疑似有非常羡慕纳粹的这种说法 把他打成了是法西斯分子 那这个纽约时报 也说他是拥抱孤立主义 那我想问干哥 觉得无论是贺锦丽也好 川普也好 这两个人谁当选了 以中国的立场来说 会比较不利 其实说一句实在话的 老师讲一句 在国防跟外交政策上面 川普是比较激进的 所以你认为这样会对谁比较 对中国会比较不利的是哪一个呢 你会看到那个性骚扰案 那个爱普斯坦 就是当初介绍川普 给前模特威廉斯认识的 你知道他们最近是在什么节目上 是在贺锦丽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 叫做Survivor贺锦丽 幸存者贺锦丽 这种节目上面 他就是要加强女性主义 对于川普的厌恨 而造成了这样子的印象 说你看又有人跳出来了 你们听到很多川普的事情 我告诉你 这是他跟爱普斯坦 两个哥良好一起干下来的事情 极性丑化 所以川普阵营他就反驳说 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证据在哪里 那现在坦白讲一句 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讲说 他是拥抱孤立主义者 其实也有一些迹象可寻 比如说他其实是要靠实力来保护美国 他从阿富汗撤军 从伊拉克撤军 就代表什么 他已经回 就是说美军不应该是要部署在那边的 川普很早就要讲说 应该要指向中国 中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美国 就是他川普在任的时候的 前国防部助理部长 柯伯基 他就讲 川普那时候认为什么 川普认为说 你如果说我跟你讲 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孙子 他们生存最大的威胁 我跟你讲 在经济上面 而经济上能够对美国造成最大影响是谁 是中国 所以我决定 如果说川普要做第二任的话 他从德国撤回十万兵 为什么 因为其实美国在德国的驻军是北约里面数量最多的 他说至少要撤回一半 为什么 这一半要部署到关岛 要部署到夏威夷 准备要对付印太的局势 印太的局势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中国 还有你竟然去提供标准六星可以打卫星的飞弹 去干嘛 去对付夜门叛军 这个飞弹是要准备要打中国卫星用的 因为杀鸡用牛刀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得出来 将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当然对中国是比较不利的 了解 好 干哥认为 川普当选对中国在军事角度上面是不利 那如果观众朋友 对于这个最后美国大选白热化的阶段呢 贺经理还有川普 最后谁会献出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那下一段节目回来 要继续跟三位来宾探讨的是全球的航空业话题 美国波音虽是一箩筐还在持续上演 还有中国大陆的C919客机 能否趁势布局全球市场的机会 好 欢迎再回到欢迎全世界的节目现场 这一节我们来看到是美国飞机大厂波音 超过五周的罢工风暴 还有转环吗 波音公司员工23日最新的投票 以64%的反对率 拒绝了公司提出的四年内 上调35%的薪资合约提议 换句话说呢 这个罢工还会继续进行 那波音现在内忧外患一起来 飞机生产出包 劳资谈判停摆 还有坏消息是他们设计制造的卫星通讯 在外太空解体了 华尔街日报甚至警告 像波音还有英特尔 都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的巨头 如今他们都混成这个样子 深陷危机 认为这会给美国带来灾难 属于国家级别的紧急事件 但换句话说 是不是因为这两间公司 这个日落西山的感觉 才给了后起织绣 弯道超车的机会 委员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一般普通话 如果再讲一件事情很悲哀 反正闽南语就是BI BI现在变成美国的悲哀 因为美国有个B是波音 有个I是Intel 这两个公司基本上是管理错误 然后经营错误 方向错误 你已经错到了 找不到源头到底哪一环错 已经环环接错 就波音来讲 你想想看 组装一个卫星不是什么 太高难度的一个技术 它竟然可以在外太空解体 而且擅成二十几个碎片 然后美国的军方正在讲说 我没有追踪二十几个碎片 目前没有安全上的威胁 第二个 你想想看 前段时间 它组装的那个飞机的门才掉下来 现在又是这个掉了 然后还要把这个 两个太空人送到太空站里 又不敢借回来 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出现了 这个公司很明显的 它技术管理各方面都出了问题了 结果现在连财务也出了问题 它刚宣布了一些 这个所谓今年前三季的这个收入 赔了一塌糊涂 是排名在英特尔之后的 美国亏损第二大的巨头 这个名声不太好 所以英特尔已经过产了 加上波音过产了 这两个公司也象征着 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以前里程碑是讲好的 我们现在是讲坏的 那中国虽然在 在这个所谓的飞机 已经节节进展 在这个外太空的卫星 做得非常的好 那现在只剩下说 如何在半导体的晶片制造方面 不是打败英特尔 是打败台积电 只剩下这样一个空间而已 那你现在讲说 目前这个波音的员工 这个员工的罢工 其来有次 因为他已经是谈了三年 他不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一直谈了三年的契约 一直搞不定 那现在的这个波音的经营者 面对的员工所提出来的 是四十几%的一个加薪案 加薪案是分几年 还在谈判中 那现在初步拿出来说 我30%的一个加薪 35%加薪 分几年都没有谈妥 所以开始进行罢工 这个就是中国崛起的好机会 是 好我们也延续这个波音危机的话题 是否给中国崛起的好机会 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国产的大飞机C919 现在不只要满足庞大的 内需航空市场之外 也积极来争取欧盟的认证 想走一个外销 舰长你认为他有没有机会 来打破波音跟空八 两强分驰市场的格局 当然有这个机会 而且实际上来讲 我们在进行这种竞争分析的时候 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现有竞争者之间 他们到底有什么动作 那刚刚有关于波音 一下又掉这个 一下又坏那个 那更不要讲说 他原来的737max 曾经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对于C919来讲 现在是正好切入这个市场的机会 那而且呢 大家觉得现在这个 好像市场不怎么样 现在也只有巴西来下单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自己的内需市场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有关于东方航空 它有7架 然后有关于国航有一架 那另外南航有一架 这个C919 可是从去年开始 这个东方航空啊 它已经下单100架 那今年呢4月 国航跟南方航空呢 各下单100架 也就是现在看来就已经300架的订单在手 而且这个订单在手 最重要的是什么 也就是现在对于这个C919来讲 它正在学习曲线 还在慢慢下跌的过程当中 正好用内需来填补 当大家都已经把这些技术学得更好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到达学习曲线最低 然后它的投资报酬最高的时候 那而且呢 现在美国一定是 无论是从国家竞争 或者是从波音竞争来讲 一定很晚才会给它试航证 可是中国大陆不一定要做美国生意啊 巴西也就是南美 就是个例子 非洲是个例子 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外销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内销了 那至于说欧洲是不是会给呢 其实欧洲对于现在制裁的部分呢 它也要一一的 是不是可以给中国大陆一个favor 这是很重要的 C919它的性能是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它已经飞上了这个 拉萨的贡港国际机场 那它已经完成了这个高原的试飞了 那更不要讲说它的 我们刚刚讲说它的飞行的时间 然后载客率的多少 也就是说如果早一点 其实可能赶不上 晚一点可能来不及 现在是919最佳时刻 最佳时机 好我们也看到现在要抢市场 除了卖919这个飞机之外呢 在航线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动作 因为既然欧洲航空正在上演 对中国航线的停飞潮 十月都快过完了 现在已经有五间欧洲航空公司 是停飞中国 那干哥会不会觉得 在现在欧洲航空对中国航线的 消极经营的大环境下 是陆籍航空一次好机会 把这个欧洲 飞中国的商机全部吃下 其实这事情是两面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同时有五家 这都是大的航空公司 汉沙 德国汉沙航空 规模非常大 英国航空 维珍航空 北欧航空 波兰 还有波兰 这些都是大型的航空公司 同时在十月底说 我们不飞北京 不飞上海了 然后就吓一跳 发生什么事情 很好啊 对中国的国航 东方航空是好事情啊 你们不飞 我飞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好 我就可以躺着转了 其实商业机制不是这个样子 最重要是这五家航空公司 他们遇上了冬季的换季 什么叫换季 就是说营运换季 是每年的三月 跟每年的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他们要结算的 成绩不好 收起来 停 但是你说成绩不好就永远平非吗 不是这样 他只要过了一段时间 世界经济复苏的话 一样这个航线会恢复 除了维珍 他比较硬了 维珍已经把 他在香港的办事处三十年 他说关闭 以后我这条线我不要了 但是还是要再商严商 我们现在来讲重点 为什么他们竟然会在十月份 五家大航空公司都停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跟你讲 这些航空公司也很辛苦 从2022年以 俄乌战争开打以来 这些航空公司要飞北京 飞上海飞哪里 都不可以越过俄罗斯领空 俄罗斯领空基本上是关闭的 还记得马航MH-17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之前的俄乌冲突 那还不叫战争的时候 马航MH-17 被三毛举飞弹打下来吗 所以我跟你讲 关闭领空是真的 你不要尝试 所以那你说 我被关闭领空 那我怎么办 我要飞到中国的话 我要飞到东南亚的话 我要绕路飞 每一趟绕路飞 平均要多花两个小时 多花大概8万磅的燃油 成本 成本 要多加人 为什么 你飞得越久人要越多 机师准备 空服务员 那要轮班修的 那长期处于不平等待遇 那我要多花钱 可是中国飞过来 没问题 直接越过 我们俄罗斯领空 直接到 法兰克福 布鲁塞尔 伦敦 都可以去 那你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他们就 他们就一直这样讲 荷兰航空 他现在 还没有停飞 但是荷兰的董事长 CEO他就讲了 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法国 德国 他们都要怎样 减少 可以允许 中国飞来的飞机 那电动车的 那个制裁 又重现了 重现在飞机 重现在航空工业上面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这样子其实对于两方的贸易 航运 并不是好事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个情况慢慢会过去 不过 东方航空他也申请说 我要从上海直接飞 奥地利的维也纳 奥地利就说 买买买 不要 你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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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们又是 我们就是等于是 就是矮化了 你知道吗 你们赚钱 我们赔钱啊 那我不要啊 他最好笑一个笑话 就有个波兰航空的一个乘客 他说 他上次从北京回英国 他一个人可以坐 六个人的位置 躺下来了 等到他从伦敦要回北京的时候 那已经直接升等了 为什么 你加一点钱 直接升等到商务商 为什么 经济商没人坐 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 其实对中国的国行 我觉得不太好 还是要寻商业机制来 好 我们再看到下段节目呢 回来会有太空的话题 中国的探月工程 要在月球上烧砖盖房子 还有美国的NASA 与中国的航天机构 研究月球土壤的立项合作 有机会展开吗 待会告诉我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NASA最近表态了 美方在一些太空问题上 寻求跟北京加场沟通 NASA也在与中国航天机构 进行谈判 希望换取美国科学家 他们可以拿到并分析 中国从月球上 取回的这个月球土壤的样品 那美洲两强呢 在太空发展 都是领先集团 然而双方的交流 受到美国国会 2011年公布的 沃尔夫条款阻碍 始终没有太良好的互动 那蔡委员怎么看 这一次美中 他们就这个 航太的各项领域 他们都要竞争的关系 NASA凭什么认为 北京就要 友好的提供这个月球土壤给你呢 科学是无国界的 科学是人类共享的文化 照道理 中国拿到月球背面的土壤 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突破 这个样本应该跟全世界 所有相关的科学家来分享 所以美国人要求中国分享 这个所取得的月球背面的月朗 并不为过 也应该给 但是问题是 始作俑者是谁呢 是谁让中国科学家 不能够到美国 开天文国际会议 是谁搞了沃尔夫条款 说美国政府的资源 所产生的机关 当然就是NASA 不可以跟中国科学家来接触 谁干的呢 那很简单嘛 对中国来讲 也不可以计较这个 你先把沃尔夫条款取消 你不可以背革中国的天文科学家 到美国开国际会议 注意到 不是去参加美国的国家会议 是参加国际会议 往往都在连国际会议都被背革 不给签证 或者到了会场被阻挡 你什么意思 这是违背人类的共同文明的 所以美国一定要改这个东西 那中国才可以把这个月朗 来跟美国的科学家分享 要不然的话 这些美国的官员 就好像觉得中国人好欺负 这个时代应该让他过去 好 我们也看到 2024年 是中国这个探月工程立项的 20年的时刻 那中国科学家已经模拟好 要利用月球的土壤成分 来烧制成这个 笋卯结构的月朗砖 要在上面盖天工了 刚刚怎么观察这个中国 航天工程在月球上盖房子计划 这完全就是苏式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又 古人这个所向往的浪漫情怀 你讲得真好 现在开始要在月球建立科研站 但不是一个小建筑 我们真的要盖了 而且我们是准卯结构 大家想一下 准卯结构 中国人已经最清楚了 就看紫禁城 它就是准卯结构 是一种气形的那种 那不是用钉子的 你看那紫禁城完全没有用一根钉子 这个祖宗 几千年来的智慧 我告诉你 那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在月球上面 你要 你知道月球上面 你要抵抗不同的环境 什么不同的环境 第一 辐射 光辐射就吓死人了 月球它没有大气层 它经受多少 一年来 有几千次的小陨石 小行星的攻击 还有太阳磁暴 辐射 宇宙辐射 像这种 那你今天要在上面盖 乐高基地般的 像我们准卯结构 盖起来那个房子的话 那你是不要经过试验 你一定要经过试验 所以这个计划 雄心勃勃 从2028到2035年 是测试的范围 如果说能够真正 那我跟你讲 光是测试 那个月壤砖的强度 就至少要花三到五年 为什么 你那个砖头 我今天用准卯结构 做起来之后 会不会退化 我刚才讲了 还有月球地震 月球地震 辐射 还有温度 温度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大家都没有概念 月球的白天的温度 是摄氏180度 人类是无法存活的 到了晚上 是摄氏度 负190度 差了370度 那这个 当然这个环境 老实讲 不能跟天王星 海岩星比 那边 那种地方是地狱 对 但是对于人类来讲 你不要说对于人体来讲 对于月壤砖 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 可不可以在三个方面过关 一个叫力学 一个叫热学 力学 热学 还有抗辐射学 这三个方面 所以你在这上面 我跟你讲 现在就2025年 就是会从天舟八号 先运回一块 就是放在太空站上 天空太空站上面 经过测试的月壤砖 那这个月壤砖 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模拟月 就是我们已经从 那个嫦娥6号 已经从月球的背面 取回了月壤 对不对 是模拟月壤砖的性质 然后做成 用1000度高温 稍结而成的一种材质 那如果说 从2025年 在天舟八号那一块砖 拿回地球 经过验证 可以真的将来是在月球 开始用这种砖块来盖的话 那就会用更先进的 3D列印技术 制造更大的砖 而不是手上拿的小小一块 那是真的 那个是非常宏大的计划 那我现在就在讲 那你知道 Prada那个精品店 它现在在跟 在米兰的时装周 它还说 我们现在跟什么 我们现在一个跟 公里航空公司 太空公司 他们要研究什么 女性太空衣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在盖月球屋了 你还在穿那个衣服 很时尚 我真的觉得 而且它是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Prada 是专门应付什么 是专门应付 阿提米斯三号计划 就是美国的计划 所以美国人 现在还在管太空衣 漂不漂亮 中国现在已经准备 要盖月球永久基地了 你认为这两国之间的 科技差距 会拉大到什么地步 我们拭目以待 在天上盖天宫 这个不知天上宫阙 精细适合 连这个意境 究竟能不能透过 这个月亮专计划完成 我们也持续观察 而太空话题 最近也有一个 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就是SpaceX 他们成功完成了 推进器的回收 哇 很多的科学迷 天文迷都很兴奋 那这个北极 新黎明浩任务团队的 两位太空人 也在9月12日 在地球轨道上 成功进行了史上 第一次的民间人士 太空漫步 那中国这边的 商业航天企业 深蓝航天呢 他们也计划要推出 2027年的 载人飞船观光计划了 吕建长 你过去当海军的时候 有许多在海上生活的 这个经验嘛 那如果现在有机会 上到星辰大海的宇宙 而且费用 如果是能够负担的话 会不会想去创造 这个人生的成就结束 刚刚想去啊 有违者亦若是啊 大家都抢得去 我们看到 Amazon的贝佐斯 他不是就是 第一个 那他当然上的不是 大陆的这一个案子 他上的是 违征航空的 这一个计划 我们来看到 这个深蓝航天 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销售案 那当然我们看到 150万的这一个 美元 感觉很多 可是我们刚刚有讲一个 对比的 违征航空 那违征航空 违征他所进行 他所需要的费用 是45万美元 那他的其实时间呢 大概都差不多 因为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 深蓝航天 他是说 在亚轨道上面 待12分钟 那可是呢 他还有推进发射的 以及降落伞 回返地球的时间 加一加 也差不多是一个小时 那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个 深蓝航天 他的发展 其实跟其他的 中国大陆的这些 民间航空公司 比较不一样 他其实是 非常遵循的 这一个 有关于聚焦 他专门做的 也就是 可回收的这个火箭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 他一开始 他在 2021年的时候 他在进行 这个垂直起降 以及 2022年 他在进行这个 百米级的 也就是 百公尺的 这个 起飞 然后以及回收 但是呢 他在最近一次 也就是 今年的9月22号 他做了一个 千里级的 也就是 上千公里的 那这个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小小的部分 也就是他的 着陆的 着陆点 其实他在着陆点的地方 准不准确 其实非常准确啊 只是 他有一个瑕疵 也就是 他太早 那个 熄火 也就是 他的推力不足 最后 最后就是这张照片 整个砸在这个降落点上面 那但是这个 这个问题啊 并不影响 他在 推出这个 2027年的专案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还有三年 第二个呢 也就是说 他只 他要测试 一共要测试 11个项目 10个项目都完成 只有这最后一个项目 也就是 落地的部分 虽然这个是最重要 安全回来 他没有安全回来 他在直接炸 但是他 已经几乎等于完成 那个